对 好像很多人关注这场比赛 对 确实在这个赛季之后 人气非常的高涨 因为上一次在世界赛落头的 闪迪郎是IAM 拿到冠军 那这一次的话是 MSI的一个入围赛阶段 他如果拿到这场比赛的成绩 他就直接到了一个世界赛 其实大家都会感觉 就是世界上 那对战韩国队 比较强的就是闪迪郎了 就是一直是大家会这样认为 所以闪迪郎这场比赛 他应该是能够 就是说取得胜利 是我们认知到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赢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是不是赛前独奈 对 只是看几比几 就是从各项数据和选手的表现来看 确实给人们的感觉是 闪电狼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你要这样想 看起来很强 对 就大家都会感觉 他是目前世界上 少数能够对抗SKT的队伍了 主要是因为他去年 就是很多次击败SKT之后 大家对这个队伍的印象 就一下子提升很多 而且确实闪电狼在LMS 他们是非常有统治力的一支队伍 但是他们今天要面对的 这支土耳其战队 Supermassive 其实在去年看过比赛的 很多人都应该知道 这个战队是祭拜过CLG的 而且这个战队 它是属于外卡赛区 我们都知道一年比一年强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Supermassive这个战队的话 很有可能 它会成为闪电狼 一个非常重要的拦路士 会有一个伏笔吧 因为其实昨天GM 差点给TSM直接拉下 但没想到TSM能够让二追三 老牌强队就是 其实老牌强队对于新队来说 他们就是任性比较强的 比较容易就是 在输了两局之后再翻回来 但是Supermassive 其实他们也不算是 在这个比赛上面的新兵 因为他们是参加过S赛事 并且是他们 有非常强的联赛经验 他们跟别的队伍可不太一样 所以闪电狼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比如说昨天 昨天GM给我们出色的表情 是他的打架能力 以及他的打野的一个发挥 那今天我里头的Supermassive 他的一个表现 更多的会在运营方面 因为他其实更多的 比较用下落女警加吉他 这种推塔转线流 对 转线 就是压线很强 然后直接打运营的一个队伍 就他并不是说 利用个人能力 或者胜利的一个队伍 对 而且这两支队伍 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点 就是他们都是在去 就今年更换了ADC位置的 就这两个队伍 都是一个更换了ADC 而且其实闪电狼的ADC 他们在新来 他们队之后的表现 一开始的表现 并没有特别好 但是后面才表现越来越好 但是Supermassive这边的ADC表现 它是比之前的ADC要强 非常多档次的 它的下落是他们的carry点 所以这两支队伍的话 很有可能会打得非常精彩 两个队伍的风格 有很鲜明的区别 就是闪电这边 是非常明显的 以上中野为核心的 而这边SUP这边 是以下落为核心 所以等会BP开始的话 很有可能会看到 拿出保护体系的SUP 就比如说最鲜明的 就是新上任的AD选手 Beddy 就是这名旅行化名字的 一个选手 那他其实很大程度上 承担了就是闪电狼 他的一个开团的任务 功能性的一个位置 所以在面对对方这种组合 就选择强压线的组合的时候 他的功能性 能不能发挥出来 其实是个问题 是 这种就像刚刚慢慢说的 SUP这边打运营 我觉得围绕下落来打 其实是他们这个战队 一贯以来的风格 因为他们下落很carry 但这种情况下 你的上中野 能不能够在CASA的 强势进攻之下 稳住局势才是最关键的 对 而且两支队伍的风格 确实不太一样 对于Supermassive来说 他们的下落 一直是他们的核心 有点像是国内的 比如斯马老贼这种位置 就是一直会围绕 他的位置来打 而对于闪电狼来说 他们的上中野 是他们的核心位置 特别是中野联动 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关键是 他们的下落也不弱 所以对于Supermassive来说 他们的下落 能不能找到比较好的时间 和找到好的节点来 carry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蛮困难的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 我们都知道 下落能打开局面的时候 其实并不多 那闪电狼的话 他的中野真的 就我们提到中野 不得不说 他们已经是一个老搭档了 在很久以前 就Maple打职业的时候 那时候是 13年 2014年 S3的时候 因为他们已经有搭档过了 然后后面就渐渐地转 从局势上转到一个闪电狼 他们已经是一个很久的搭档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一个赛程 TSM跟GM已经打过了 TSM是现胜 而且昨天我在零睡前 听到TSM被2比0 然后我心里想 哎呀好像没什么好看的 我打算睡觉了 兴疼一下 比尔森带不动 然后一觉醒来 别人跟我说 诶 这儿了 追杀了 我都惊呆了 今天的比赛可能 没有像 可能没有像昨天那么胶着了 赢和输可能都会很快 无论是谁赢谁赢 虽然我们今天预测 就是产地囊 应该是不是一个 档次的一个实力 应该会比对方高一场次 但是昨天已经是 让我们见识到的 外卡有暴冷了 一个暴冷实力 对 其实不是说我们看不起Supermassive 而是因为闪电狼这个队伍 今年太强了 怪强 就是我们都觉得 SKT就是已经是怪强的队伍 这支队伍还经常 多次击败SKT就很奇怪 我觉得不管是 换除了SKT啊 包括就LCK 除了LCK赛区以外的 其他赛区可能跟闪电狼打 都占不到什么便宜 是 真的是 现在已经是稳稳 占据了世界顶级战队的 这个行列 对 可以从 我觉得就前几名吧 应该算是SKT了 不能算独乃吧 不能算独乃 因为在之前 RM的比赛 他已经露头了嘛 那他是 今天击败了欧洲几大强队 拿到了一个冠军 就欧洲前三 全被他轮了一远 对啊 不过其实刚刚那个赛程版 我们也看到了 今天的比赛打完之后 输的也没关系 明天还有一场复活赛 是 四进三嘛 压力小一点 只淘汰一个 今天的赛场 一股原谅色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眼扫过去 全是 当然是原谅他了 的感觉 巴西那边热情似火 确实 一开始的时候 观众好像人不多 昨天也是 就是刚开场的时候 人没有坐满 然后越来到后面 人越多 这很奇怪 跟我们这边是相反的 因为这样 就是本土战队已经没了 这时候 不看不看 然后听 好看好看 又来了 跳已经买好了 因为其实巴西本土的观众 对他们的队伍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所以他票可能已经提前卖好了 自己买的票 韩哲泪也要看完 韩哲泪也要看完 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观众 其实也可以学习一下 因为有很多国内观众 自己喜欢的队伍 可能打完之后 就直接退场了 但是这个票嘛 就买了之后 一定要看完 才是性价比最高的 就 要指挥票价嘛 对啊 一定要指挥票价才好 不要做什么转票这种事情 没票 对 说不定你看了下一场之后 就会开始粉上下一个队伍呢 是 而且说不定在下场 就能有一段什么艳遇呢 因为其实英雄联盟 这个比赛 这个话题转移了 真的真的 我不骗你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就是看比赛认识的 然后我有很多情侣 是看比赛认识的 就很诡异 就大家一起约了看比赛 结果就 因为看比赛的人 就是人群是被人群 比如说我 我跟我的一帮朋友看比赛 你跟你的一帮朋友看比赛 然后我们在 我们其实是认识的嘛 我们在三场遇到之后 大家互相都认识了 然后就会有人 就是勾搭上了 就有一个共同话题 万一你站的两支队 不一样怎么办 会不会打起来 就比如那天 就比如那天看总决赛 RNG打WE 我跟奶蒂 就另外一个解释 奶蒂 他就坐我隔壁 他是RNG的粉 我是WE的粉 差点没打起来 差点有情形 他在那边耐死 我在那边很伤心 我在那边耐死 他那边很伤心 就这种情况下 就很尴尬 一家亲好不好 你知道吗 就是我记得 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当时在 我对我们在欧洲 欧洲 满场我记得好像是 EDG打CLG还是谁来着 就中国队打欧洲队 然后我们满场都是喊 就CLG啊 G2啊 就或者这种 然后我们在旁边 真的是瑟瑟发抖 就很恐怖的 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所有的外国人 都在那边喊 他们那边G2 G2 等到今年总决赛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 对 我们今天一定要感受一下 现场的观众一定要给力 我们到时候嗨给他们看 好 那两边队伍 终于进场了 左边那就是闪电狼 右边就是马西 我是比较闪电狼 我狼今年这个队伏 没有以前的好看 很简单的 他们以前的那个我狼特别帅 我要看一下 这是队伏吗 对 我记得就是闪电狼 去年的队伏 真的是我还看了半天 那上面的字 对 我狼嘛 很帅 黑底我狼 今年就简单很多 我记得闪电狼 还有个二队 叫闪电哈士奇 对 当时是 有的 有的 他们当时 闪电哈士奇还晋级了 然后后来因为 这个名额的关系 就是规定了 一家俱乐部 只能有战队打底级联赛 所以那个名额 转掉了 好 那这边已经是入座了 那比赛应该要开始 应该马上就要开始 对 这两年比赛比得蛮多的 也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所以调试的话 时间应该蛮短 确实 就是讲到回到比赛本身 我觉得第一场的BP是 非常重要的 风险最大的 因为你第一场没有打过 互相之间没有打过的话 第一回合的较量 是一个试探深浅 飞狂关键的一手 这边是闪电狼的首发阵容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几个人 除了他们的AD 可能有少许的变动 但是也已经蛮久了 是的 那AD的话 打了一个赛季了吗 AD 我觉得他的个人实力 还是很强的 就感觉上他并没有说 新人上场出现太多的失误 他的风格跟NL 没有差距 非常非常的夸大 而且这个就还好 他跟Sord的发挥 依然也是就是比较好 配合也很默契 这边是Supermassive的 首发阵容 他们的AD也是进行了 一个更换 其他队伍 其他的人选都没有更换的 也是之前在世界赛上 亮相的队伍 就是只不过成绩一般 那次是 因为其实之前 他们在外卡赛打得还不错 但一到了世界赛中 你发现他们的经营 就运营的一个能力 确实是跟其他赛局 很难比 但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失败 所以他在自己的赛区 进行了这样一个练习 把他自己的运营能力 给练上来一点了 已经不再是去年的新兵了 而且这个队伍的话 他们其实输在 就输在经验去年 今年的话经验会好很多 我记得他们这个上单的ID 特别难练 当时我们早春丽念了好久 他叫Fabulous 然后我们念了很久 因为很多 包括欧洲 包括土耳其赛区的 他们有的人取的ID 都不是英文 他们的母语 对 而且有的人都不是英文 所以就念起来会特别麻烦 我跟你讲欧洲选手的ID 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念 那也一样 我们这边的ID到那边去也是这样的 对 就像麻烦香锅这种 他们怎么念 他们只能念什么ML 什么对 XG 所以我们再认识一下 跟他们是怎么念的 没错 讲到比赛本身 我觉得这场波舞 最大的看点应该是KASA 没错 这个选手我非常喜欢 KASA很凶悍 没错 看看是不是节奏竞在掌握 是吧 就可能感觉之前的打野 可以说耻草一些 然后功能性一些 但这个版本 我觉得打野真的是一个 纯个人carry的一个英雄 就是位置 所以那些英雄 男枪 芒僧 蜘蛛 类似的英雄 KASA全部会用 而且用得非常好 对 这个版本就看他一首翠神 或一首阿牧 你看他会不会说 哪些翠神这种 对 不太常见的 不过以他的个人风格来讲 我觉得还是什么狮子 螳螂 这种英雄会比较多吧 我的意见就是 那翠神其实是 Sumelaziv比较想要的一个体系 就是比较想拿了一个点 那不如直接搬掉 因为其实闪电王 既然不用这个体系 他肯定要搬 就他不搬的话 那放对面拿到自己擅长的体系 其实这没道理的 对 搬比如说 露露 圣 这种翠神这种英雄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效地 避免我下路的一个劣势 因为这个版本下路 你说个人能力 能够体现的太多 其实很难 因为其实很多英雄手太短了 就压线的话 就基本上就要被落刀 不是说个人能力的问题了 而是就英雄个克制 还有一个点就是艾希这个点 看看能不能够争抢得到 没错 就从BP来讲 我觉得闪电狼这种队伍 它是属于老牌强队 被人研究的是比较透彻的 没错 所以第一轮的BP 可能会稍显烈 就跟昨天的比赛一样 在GM这个BP 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好 头两把 对吧 完全是针对了 TSM的这个死穴 在那边打 所以闪电狼会不会 也面临这样的窘境 这一场可以期待一下 我觉得Superman's 我还是担心他自己吧 我很担心他们的下路被针对 因为其实闪电狼和TSM 还不太一样 我们都知道 欧美那边的BP 其实做得不算是特别好 他们经常会神经刀的 但是亚洲这边的BP 是出了名的好的 不管是闪电狼 包括LPL的BP 其实包括LCK的BP 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闪电狼 我觉得他BP 能做得很好的原因 就是他每个人的英雄尺 都特别的 战队想要什么样的体系 他都能够 对 这很关键 我记得之前有个人 问过Faker这个问题 说你们当时为什么 因为当时是刚好红蓝方 一般都会选蓝方 当时问他 你们为什么选红方 对 然后Faker说 我们英雄之身 不怕被针对 那场我记得是 SKT五把都选了红色方 然后那一把是 直接就赢了 就是也是3比2 确实英雄持身 在这个版本 尤其是双 两轮BP的这个版本 就是十班体系 非常非常占优势 对 搬不完 这点上面 其实我觉得闪电狼 要比Faker是有优势的 而且就我们开局说的 闪电狼上中也都占优势 那一场比赛 算上打也四条路 我三条都占优势 我只要针对你下路 就好了嘛 是不是 五个班位 辅助AD一搞事 你这个下路 是不是就很难过 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的没错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CASA的发挥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看表现 就虽然我们这些预测 是从一个过程 就是从以往战绩来看 但昨天已经是 就有强调 就是昨天已经暴冷过了 那今天真的不好说 就只能期待说 能够给我们呈现精彩的比赛了 对对 我是觉得 我比较喜欢那种暴冷的局 对 我比较喜欢暴冷的局 对 好看 就哪怕我们开场之前 奶了这么多闪电 但是被打脸我也觉得很少 我喜欢节奏快的局 跟你一起搭档过 你没有快过吗 没有快过 楼神自带让二追三buff 别这样说 我跟你讲 太快不太好 特别是男生 不能太快 你们不要这样说我 好烦 有道理 我也很烦 我也不想让二追三 盘盘都是我能怎么办 绝望 可是我叫曼曼呀 我快不起来 你是不是因为 就人取名字的时候会 想要自己一些没有的东西 他才会往这个方向去 没有没有 我是看一个小说 有什么这么关心曼曼的 这种方面 就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就互相要聊天 我跟你们两个不是好朋友啊 你们别这样 我跟你说 你不要这样说 这个话题就很僵了 还是回到比赛本身 看比赛看比赛 想定当这队伏是比较简化了 有点像校服 有没有觉得 对对对 就好像之前有一个 就是LCK刚标准的一个 Condomaster的队伏 Condomaster队伏也蛮鲜明 就是它是一个西服 就它是西装 对对对对 就很简单 就是白色衬衫 然后黑色小领带 但是这个东西西装帅归帅 我始终觉得就衬衫西装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拘束的 对 选手我觉得还是要 舒畅的打比赛会比较好 对吧 你有T恤啊或者有这种 这种外套会比较好 我就认识一个选手 打比赛的时候是要蹲在椅子上的 嗯 还有把鞋拖了 对然后要把鞋拖了 还要打到一半扣一扣是吗 他觉得那样会是最放松的 好的 前话少说来到这张比赛 看到这张比赛 搬了加利奥 边闪电了 加利奥是 我觉得是最近外卡赛局 给我们带来最亮眼的一个点 上单的点 就是很多外卡赛局的上单 都会拿加利奥这个上单来一选 这个Fabulous这个选手 就是之前正义巨像3比0嘛 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 哇女精也搬了 那看来闪电了还是有研究的 很针对 就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点 其实什么YZU几乎都被搬掉了 就上单的点 以及AD的点 那他下路的一个压线 推塔的一个体系就打不出来 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准备其他准备 而SUP这边是开始针对Maple 那Maple是针对不了的 是针对不了 就是他的辛德拉 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没有输过 百分之百胜率很可怕 就可能他想的就是 那我感觉你的对线实力 可能比较强 那那如也是一个世界赛 经验比较老大的选手 所以他搬掉了这两个 可能会在线上 威胁到他的一个英雄之后 他至少能够跟你打一个 时间久一点的运营 能够跟你打互相发育 对 不要让你拿到这种 线上压制能力非常可怕的英雄 这样搞得我没法发育了 对 你至少要让他能够 有一定发挥出来 这边索尔达拿出了 自己最拿手的杰拉 秒强 而且他这个杰拉 是有点抢的味道 卡尔玛都在他就不要 就说Mathif的下路 也很擅长杰拉 他有点一抢 就是一抢代班的味道 对 我觉得会不会SUP这边 要拿卡尔玛 男枪加艾希 确实艾希是一抢ADC了 这个没什么毛病 而且本身自己也是 以下路为核心嘛 只不过男枪这么早拿 会不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因为昨天的比赛 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男枪的 干卡能力并不是很强 有时候容易节奏迷茫 我说实话 在杰拉面前拿男枪 拿得有点早了 因为男枪在7.8 就7.7的时候 就改了 就是他的一个 真男人已经是 不会给他磨抗了 他那个快速拔枪的被动 对 不会给他磨抗 纯烟外的磨抗被动了 所以其实在面对对方体系 如果对方的体系比较偏 AP多一些 其实他就很难扛 维洛斯 你看维洛斯这个被动 其实AP伤害也蛮高的 对 就是克制你嘛 对 女枪加上爱惜吗 而且这个好像是 有点想选的味道了 就他没有说再有很多 这样子的话 这个下路组合 还是跟对面一样 以消耗为主 两边都是消耗流的下路 那两边都第一轮 是没有选中单和上单 是选了下路以及打野 对 拿了对位的位置 是的 只不过这种情况下 一拿杰拉我觉得可能 占据一个先手的优势吧 第二轮BP开始搬青钢影 但其实也不得不说就是 MathieuBP其实是蛮科学的 就是他在对方拿了辅助杰拉之后 他拿了一个MF MF在先手上其实很好去打杰拉 就因为杰拉其实手说长的 没有MF前期那么长 对 而且MF其实是一个非常克制 杰拉包括什么马尔扎哈这样的英雄 对 你还没跟来我就被我打一套 而且他可以和艾西打一个比较好的combo 是 大招定住直接一套洗澡 好 那第二轮 就是怕盲森来的时候 杰拉这一手控制会比较领先 是的 所以闪现一定要掐好 那从来第二轮是搬掉了一个卡密尔 卡密尔其实搬的有道理 玉玉弹的上单值得针对 蓝薄 不让你拿到杰拉蓝薄这样的体系 对 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很针对咪咪蛋 但是咪咪蛋还有一手泰坦 你说SUP会不会抢泰坦 泰坦 感觉九筒可能会不会更大一点 因为最近好像 因为还是泰坦的一个对线能力是有削弱 就是版本更之后 他的一技能是没有的 以前那么推线那么快 就是耗蓝也变得高了 但是SUP拿九筒的话 闪电狼拿泰坦也会 就是也能接受 对吧 给你九筒我拿泰坦 他们也能接受 当然有可能 就是Superman直接拿中单 上单留到最后Counter 因为其实能Counter的英雄 其实有 凯南这种英雄都在 还是SUP抢了泰坦 确实这一手泰坦的话 有点以抢代班的意思 那这样子 你看闪电到这边 搬狐狸加上艾克 有没有一种要拿发条的感觉 首先是一个发条 有一个维克多 蛇女也有可能 只不过在面对泰坦的情况下 蛇女不是很灵活很方便 克裂撩了出来 还有一手杰斯 我觉得杰斯也有可能 因为其实这两个英雄 是有一种趋势的 就是你中单帕这两个英雄 是 你杰斯的话打一个双Poke吗 炎雀 炎雀 Maple的炎雀 果然还是比较 就是说去把一个队线 比较虚的英雄搬掉 是 那炎雀的话 加上可烈 这个前期只要上路的TP 就可能只要上路的兵线优势 甚至说他不需要有TP了 只要他上路兵线优势 可烈就有可能带着队友 到处去滚起雪球 是 其实SUP刚才那一首 泰坦没拿之前 他主要还是太想 以抢代班了 我觉得如果把泰坦放给对面 自己拿一首肾也是蛮不错的 对 这个阵容其实还蛮适合有肾的 如果有泰坦 但是如果说是肾的话 他们的控制可能不是特别足 因为他毕竟打也是个男枪嘛 拿泰坦也还不错 最后拿一首发条 这时候差不多 所以这个阵容 可是还是不闪电章也好一点嘛 对 闪电章是那种 就是打快捷自合进攻的 然后在后期可能比较乏力 但是前期的进攻是 SUP有点想避免 那SUP就相反 他是下路能打开就打开 打不开他就打后期 是 而且就是SUP这种阵容 有点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中路的这个位置 一旦被速推 那他们这个阵容 就会出现了很大的缺口 对 就如果说闪电狼 他们有比较有经验的话 毕竟他们的辅助是个杰拉 然后大鱼又是个盲僧 直接是一直搞你中路 那就是作为SUP来说 他们的中路 从后能力变低 中路他早点被推掉 他们中路就没有地方刷钱 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AOE输出了 发条的这个成型期 就会大大的往后拖延 那这种时候 你发条的成型期 一往后拖得太久 你的下路就很难保得住了 所以这一场还是要关注一下 艾希和这个MF 能不能够存活下来吧 在下路 还有一点就是 从MF好像今天是并没有说针对CASA进行针对 但CASA的盲僧拿到之后 你发现他其实他的个人能力是可以得到全面体现 在去年全面新赛的时候 他和MAPLE 天哪 天秀 是 那一角真的是大翻盘 没错 对 而且CASA这边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们下路拿了一个非常强势的 6级就能干的阵容 但是对于闪电狼来说 他们中路拿了个盐阙 你在射出这一剑的时候 你是否要考虑一下 这个盐阙人在哪 对 所以前期6级节奏就是他们大招了 而且发条 这个英雄 其实盐阙一定是发条 刷线要比发条前期要快的 所以说发条很多时候 他可能不太能限制 把盐阙阙限制在线上 那么他就没有办法预测 颜阙的走位 不知道他去哪一路支援 这个时候对于Supan Passive来说 他们的下路要先打先手的话 就要多考虑一下 神僧 这个天神下凡 对 我还没有见过比赛用这个皮肤 天神的那个 这个皮肤超级帅 就是声音有点闷 我玩了一下就感觉声音闷闷的 听不到 他那个异技能拍地板是一个跺脚 然后周围有一道光这样 但不是说这个皮肤用了影响手感吗 对啊 就是声音呢 我就感觉 看啥还用 反正我本身玩盲僧也没什么手感 瞎不相逢 听到了 还捆到了 这边很危险 要交闪了 但男人枪这时候来了 闪电狼并没有深追 但闪电狼这一波虚弱 其实交的有点亏 逼掉两个召化师技能还可以 逼了一个闪现和一个治疗 自己只用了一个虚弱 这波还是不错的 如果对拼起来 Supan Passive这边的话是 这边的治疗用掉了 但是点燃还在 其实我觉得 还是行吧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 下午可能都有点 都会不打算选择搞事了 而且逼迫你杰拉学了一首E 你一级学E的杰拉 是没有办法速推的 对 下午这个 我觉得闪电狼有点不转 明明可以就闪现补一下A 就拿人头的这种 竟然是直接放掉了 但是闪现A的话 会不会导致男枪 把剩下那个残血收掉 也有可能会被 环境塔打掉 因为那个位置其实 说危险 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 已经转了 你毕竟自己一个虚弱 换队没两张人 而且还有一个是闪现 闪现这个一丢 你三四级没有闪现 盲僧一来 杰拉闪捆 你这个MF怎么跑 其实我只是觉得 他这个虚弱交得有一点点晚 就一定要嘛 就早点交 如果你交了就杀了嘛 对 交了就杀了 但是那个位置交的话 好像闪电狼 其他队友是不想上的 对 就有点意见不太统一 下路这个是要二级干 跟Khasa直接过来了 因为你的闪捆 我觉得 MF是 MF没有闪现啊 这么搞你一波 来了来了 有机会有机会 看上 这波压线压得很深 MF这个位置很危险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没有闪现的MF 闪现一个困 每个Q就就跳到了 那这样肯定是要死 Fullis 是有Khasa拿到 很年轻啊 SufMaseu 哇哦 真的是年轻 Khasa的这个判断 真的非常精致 嗯 就我的想法是 可能要到三级 就他刷完红buff之后 刷完疯会 刷完十甲仇 然后回家一波 之后出来 直接走下路 没想到二级 直接就去了 这样的话 你的上半野区 是肯定保不住的 就是拿自己的 上半部分野区的资源 来换这个人头 但其实Khasa 还是留了一手 就是他留伤害 就是为了拿这个医学 拿到这个钱 还是不 而且SufMaseu 本来就是下路carry的队伍 你先是下路发育刚好 其实对于 三天狼来说 也不算是坏事情 蛮好的 而且是蓝buff还好了 对 MF毕竟对蓝buff的需求 没有像蓝buff那么夸张 是的 而且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SufMaseu 刚刚的兵线 会是往前推的 就按理说 他们AD 他们辅助在没有了 闪现 AD在没有了治疗之后 应该是把线放出来的 就觉得你不会来二级抓 因为二级抓人 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容易爆炸的 干坑路线 二级抓人 只要你没抓到 你的野区 必定少一半野怪 这个是很夸张的 但是就如果说你 就这种事情 没有百分之百的 如果说你稍微 积紧一点的话 就两个眼 一定是要放一个 放在旁边的操控的 就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还是青色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视野 确实要做的 又来了 上路这一波 可能只想让观众 看一下飞升的效果 还蛮帅的 我觉得蛮帅的 弹腿做 下路这一波 辅助死了 再来的时候 已经落后一几了 线上的压制一波 也很强了 对 而且的话 闪电狼这边 AD是有双招的 只要辅助的 左卫稍微小心一点 不要被消耗得太残 就可以了 而且他其实虚弱好的 之后对方治疗 应该看一下 哦是一起好 那应该不会说继续打 如果是同时好的话 那闪电狼应该还是会 继续对线 而不是进攻 中路拼起来了 哪边来得快 盲森先到一步 插了一个W过来 但是看到 南枪就在附近 这就是一个吃亏的地方了 现在 南枪是三BUFF开 身上还有红蓝BUFF都在 而盲森自己身上 第一个红BUFF 但是问题在MASP这边发条 已经没有蓝了 这一波兵线 闪电狼这边 直接盲森过来 帮盐雀推一波兵线 他们也很赚 因为发条这个位置 他必须要清掉这波线 才能走 就直接被限制在了中路 你看盐雀这边 就可以直接回城了 过去那个位置是没交Q 他可能看到自己 没蓝了 刚才没蓝的状态 然后南枪又在后面 虎视眈眈 也有可能 对 是吧 仔细想想还是算了 刚刚的话 这边维鲁斯是回了一波城 留了杰拉一个人在线上 维鲁斯这边 把自己的吸血鬼全杖做了出来 这样的话 在对线上就大大有了提升 也不怕 也不那么怕消耗了 其实说实话 贝蒂这个补刀 并没有说很多 其实在对方辅助回家的 在那个阶段那个过程里 他的补刀应该是 比领先对方才对 但这样的一个补刀 并没有说达到一个 优势效果 也是有点小亏 看一下这边的话 杰拉回城之后 买了个真眼 他这个真眼就 配合自己 等一下的虚弱和闪现 要搞事情了 看看把这个眼放在哪儿吧 对 要看他这个眼放在哪儿 肯定是要针对下路的 因为闪电狼这边的话 肯定是觉得 Supermassive这边下路好搞 因为毕竟是 寒冰射手加上女枪 而且这两个英雄 没到六级之前 其实都没有那么强 其实下路这个三脚槽 已经有一个控制守卫在了 我觉得杰拉应该不会过早地 把这个守卫插下去 也许可以预留一下 如果说这个守卫被拆掉的话 如果你可以看到闪电狼这个视野 或者是双方的视野的 顾控的一个意识 他们第一次回家之后 中单这边的银雀 就买了两个真眼 南枪也买了两个真眼 视野控制做得非常好 对 非常到位 这种情况下 你的视野都被插好 就是为了给CASA打开通道 我就觉得是 还是想要保证CASA的一个 干客成功率 所以把视野全部都布置出来 前期投资这么多的金币 去买这个控制守卫 如果没有抓到人的话 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不过蛮值得的 就是他们这种快攻的队伍 就快攻的阵容 如果前期打不开局面 其实后期就没有可讲了 而且闪电狼的 他们的队伍特色 其实就属于前20分钟 会打得非常凶的 所以他们前期的节奏 一旦是缓慢下来 反而对闪电狼不利 他们这个时候利用买真眼 来加快自己的游戏节奏 这样对于他们队伍来说 也非常好 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闪电狼 看看盲村下一波 干客在什么地方吧 如果说实话 上路这个冥笔弹 今天的线上 好像发挥的并没有时候很好 他的捕刀已经是被压制了 有点小落后 其实可烈打太坦应该是很好打的 但现在是被压制的局面 就已经是有点难以想到了 下路有机会 但是一个男枪过来 不过伤害只有够的六级 不过这个血量差一点被套虚弱了 大招是大招伤害直接被虚弱挡住了 非常关键的一波 毛森也来了 一个阿闪 有三个人 那这时候的盐阙也来了 美宝这个位置 虽然卡在此 但是盐阙应该是可以展开一波收割 三个人全部要倒下 哇 这一个微小调角度的阿闪 漂亮 轻松的一串三了 这一角 确实是非常非常亮眼 他那个闪现的角度其实调得很小 没错 我上我不行 我上我不行 再看一下精彩的 上路应该也是同时打了一波吧 这个镜头 这是应该我们没看到的 这是谁杀谁啊我在想 应该是可烈杀泰坦吧 这个血量应该是很大 直接开大招 难怪我刚刚听到了一波 看一下下路这一波 南枪这个闪现被套的 这个俱乐被套得非常致命 王森这边是一个R伞一穿三 他是一个斜角度向左上方的一个闪现 对 虽然牺牲了自己 所以这个傻他不交能不能提出这个效果 因为我看角度感觉差不多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我还是没有感情他这个角度是 他那个角度跟他那个踢的那个 人其实是接近于一条直线的 他是Q歪了之后 然后直接交掉闪现 把人留在那儿了 他那个Q是被闪现躲了吗 对 那个南枪闪现躲了 然后插眼过去 微小的调了一下吧 反正这脚能一串三很牛逼了 对吧 好像爱琪刚才交了个直角 但是还是被穿到了 那这一波打下来之后 你发现他 盲僧前期在刷野方面的一个烈士 已经没有了 是 就三个助攻 然后本身就有一个人头 就一血的一个浅 现在的等级是六级 就可能还是有点落后 但其实已经没有落后很多了 放半季 刚才下午那一波干个主要是让盐雀 吃到了一个头 这样子你这个发条在线上就更难过了 哎 这波想抓吗 不 这个想多了 直接被打了半血 直接就半血多 确实有些小夸张 而且这一波打回去之后 他基本上就赶出野去了 黄僧这时候 满血去面对半血的南枪 是有一个solo能力的 不过还好 南枪身上有个红buff 这个慢慢能回还是能回起来 是的 上路一波单杀还是比较长士气的 感觉是被你奶了一口 因为其实前期真的是被压刀压了十刀左右 找了一个timing 就直接大招上去撞起来 然后W插了四下 把这泰坦直接插好 如果没有这个单杀套 他可能上路是不可能施展出来 前期我们所遇到的一张 就是一个优势的开团的 但现在他已经开始了一个 就已经单杀了 并且线上有优势 那接下来其实可烈配合队友的一个包抄 是更容易做到的 而且现在的话 其实Smith有点像是我之前提到的那种局面 就是因为盐雀他的刷陷能力太强了 所以发条里没办法把盐雀 因为限制在线上的话盐雀到处好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跟盐雀拼支援 刚刚下路这波支援发条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现在盐雀 这一波Smith要赶紧去推中了 这时候的中路塔是有机会的 如果任由盐雀去支援的话 这节奏就会完全掌控在闪电档手里 他中路是有一个塔的血量优势的 确实趁着这波支援能够如果 尽快地把这个中一塔拔掉 把世界做好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中塔前期拔得那么早 我觉得其实对Mindley来说非常的转 就看他能不能等会儿 对一个打野或者辅助的或者艾希的剑 来中路继续压制一下的 他必须要压制 不压制的话他的野区是很难去面对的 发条这边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不省大招 直接交大招压炎却血线 这样的话逼他去不能支援 或者是逼他回家 其实都算是一个办法吧 比他现在这样耗着会好一点 这个艾希修去中 就一丝血给他放在那 这一波艾希还不去中吗 这波能杀 漂亮 一套连招直接带走Maple 这一波是走位失误了被逮到 没错 而且自己闪现是没有转好 没有闪现就没办法走 发条大招 被逼在这个夹角上 没有办法走位了 而且接下来的五分钟 如果这种塔推不掉 那盲松能守住 那在接下来艾希下路退完 再去中路 这波应该守不了 应该守不了 结拉过来了 这波如果要继续强手的话 很有可能自己要死 他这波是肯定守不了的 应该要想推掉 因为下路不来的话 这个塔肯定是要放掉的 没错 那这一波反打之后 Smithu其实是在兵线 以及节奏上是领先闪天狼 可能仅仅是下路的一波阵亡 并没有说影响他们的节奏 这中塔推的还挺关键的 是的 中塔穿鞋的发条 伤还可以的 中塔一推 你发条就不用担心 Maple过多的一个干手 因为你需要去守中路的线 那中路的塔被推掉之后 两边的视野也不会说 让闪天狼控制住 应该是有机会去进行一个争抢 但也不是没有机会 毕竟现在自己的上单 咪咪蛋这边是很大优势的 你中路如果没有办法找到节奏的话 可以通过上单来带 也一样 就看上路的 还是要小心 下路还是要小心 不能够因为自己这边 把对方的中塔推掉了 就放松警惕 因为目前的节奏来讲的话 就如果你上路来不了 在下路 或者说在新手过程中的讲的话 其实闪天狼并不优势 就特别是在中路被杀掉 塔也被推完之后 你看发条的装备 已经是有一个阶级的领先了 因为它是有额外的经济去合成轨述的 但对方的话可能还差很多 对 而且炎雀这边还做了一个斗篷 这个装备差距真的非常大 现在两个英雄的伤害 应该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而且关键是 其实闪天狼这个中塔 确实不太应该丢 他们毛森前期 其实干个多都还挺好 但是这个中塔是 你可以不帮忙 在线上正面守 你也可以在旁边 侧翼保护一下 白白让掉一个中塔 其实我觉得对闪天狼来说 还蛮亏的 就第一波下路干坑那一波 发条就在中路猛推嘛 你去下路杀人 拿了三个头 我摸你半截塔的血量 这不过分吧 但是其实对于毛森来说 喀萨他在下路拿到头 帮助队友拿到头之后 他是应该直接把注意力 转到中路来的 因为中路这个中塔 是必须要守的 小阳森 就是作为毛森这个英雄来讲 他的手线能力也不强 我被发条打一个克W 我就没法继续刷野了 确实说实话 是吧 这个很伤 说实话发条这个伤害 就是毛森吃不消了 你看刚才中路那一波 就出了法穿鞋 并且有鬼术的情况下 毛森被一个QW 直接打了三分钟 刚刚还没出鬼术呢 刚刚还是两个散剑的时候 就已经被打雷 对对对 现在就不要说鬼术一做了 有点可怕的这个伤害 现在甚至有可能可以秒人 因为他中路一直在刷线的优势 所以他的等级是全场最高 十一级二级大招的状态 是 那二级大招这个时间点 如果他能掐到的话 打一波团战 所以Maziv的团战 是很容易取得胜利的 还去看他的大招 能不能拉到的 就还行 就是现在闪战场这边 五个人全有闪现 有闪现的职业选手 是不太会吃大招的 对 没闪现的话就另说 就这也是发条 为什么就是上赛场 就可能没有频率那么高的原因 就是其实这个是有一个 看个人的发挥的一个英雄 哎 这一波埋伏 有机会吗 哦 还是没有成功 发条还是去推线 哇 这一波如果有事业的话就好了 其实刚才是没有事业的 哇 这边 Betty这边做了一个护甲鞋 哎 比较怕南枪的切入 显得稍稍有些怂 稍稍有些怂 出手啊 最近这种AD 就大家都 曾经火了一段时间这个护甲鞋 对吧 然后后来火了一段时间之后 又回到高速鞋这个模式了 但其实双方的AD都是护甲鞋 都怂了一下 也不算 我觉得现在就是AD出护甲鞋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就有一点嘛 就是在某一段时间里的时候 男枪登场率变低 胜率变低 所以拿的少了 那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可烈火的时候 是 那大家就护甲鞋 那现在可烈来了 那肯定是护甲鞋 现在又有男枪又有克烈 男枪还有盲森 其实我觉得AD出护甲鞋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是 因为在这两个英雄 就可烈和男枪这种英雄 登场之前 其实大多数的上单都是坦克 然后打野可能是AP 或者是胎团流 所以AD可能没有惧怕 就那种普攻流的伤害 现在的话 主要最难处理的是 Naru这边的发条 这一手这么肥的一个发条 确实会让杰拉 维鲁斯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 非常非常头痛 我是觉得 这个Supervisor可以做得更容易 刚才那一波下路的一个推进 其实是有机会去打小龙 但是他们当时是有点有意 所以是做事业而已 并没有说去打小龙 错过了那一波机会 那现在再想去打小龙的时候 其实闪电狼是有一个 上路兵线优势的一个 就支援的能力的 所以说实话 这一波抱团的话很危险 最好是能等艾希的开团 艾希能开到瞬间秒一个人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是 而且第一条龙其实是火龙的话 这条龙的话 双方都不是特别想放 都想去抢一抢 就看下路了 其实现在下路两个队伍 都有一定的先手能力 这个中塔真的是太关键了 如果这个时候中塔 刚刚没有推掉的话 现在的艾希和这个MF 会非常非常难过 因为艾希会到处 对 你一过兵线一过河道 我就要缩回来 一过河道我就要缩回来 不像现在一样 我可以不停地把兵线 往你的塔下推 然后去做视野 去控制小龙 对对对 其实按照之前 中塔没破的节奏的时候 应该是盲森跟炎却 控制你的下路野区 然后让你的下路很难受 你的下路野区 然后让你的下路很难受 成功率比较高的机会吧 这个走位很凶啊 这一套 还好这边 MF是侧面骚扰了一下BT 没有让艾希第一次严死 那时候 可烈山进过来 能不能踩到 但是被救到了 太坦一勾 就到了队友 炎却一个大招封路 但之后来的原来晚 一个减突能不能突到 突到了两个 这边配合太坦 配合克雷的一个控制 又是把对方的打野给打掉 盲森踢中两个人 非常完美的控制力 这波配合非常不错 克雷下来 早了那么零点几秒 直接就闪现 骑到这个MF脸上 把它收掉了 这一波连招全部打上去了 而且这个封路很关键 没错 就是让你撤不回塔下 就让你几个人挤在一起 是 这波是打出了配合 克雷这波志愿 直接打了一个满的伤害 而且其实维鲁斯这个走位 躲MF大招后半段 其实也很关键的 全场已经开始高呼 flashwarp 确实是昨天的TSM 今天的flashwarp 巴西的观众还是很热情的 高呼战队的名字 我觉得巴西的观众 真的热情是非常大的一个特别 看刚刚这波的回放 这个捆 捆到了艾西 我知道 这一波 这一波是明显是Maple 发的一个 就是发条回家的这个信号 发条回家的这一波 直接过来干克 Maple 这个大抓就关键了 你看这个小地图 发条那个毒条正在毒 然后最后几秒钟 要回家的一瞬间 杰拉就走上去 一了 他知道自己的队友可以支援下来 这个配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精妙 就掐的时间是非常的紧的 就是在你的一瞬间 我直接去进行这样一个决策 因为你这波发条走的话 我下路干克是绝对 就可以打赢的 而且我中路不会亏兵和亏塔 因为他必然是5打4 是 就是你像之前那一波 虽然干克到人了 但是发条把我中路磨得很难过 你这波回家 那我中塔也防住了 对吧 上一波杰拉开 可能是不是 艾西这边是有闪现的 是 就是 走上去被捆到了 对 就是我觉得杰拉走上来 就怎么说AD也得退一步吧 感觉就好像无视这个杰拉一样 杰拉很轻松 对 技能给他比较精准 可能觉得自己有大招打起来也不虚 但是其实问题还是在于闪电狼的中单支援 其实确实下比输 Mask5要支援差很多的 毕竟是延缺 那这个时候的上路优势 就是导致峡谷前锋也要被拿到 咪逼弹拿过峡谷前锋的话 上路太坦感觉是很难支援到的 刚才那波是被迫TP下来 但因为是咪逼弹的主动 所以这闪电狼是比较早的能把你对方的一人击杀 而且其实现在的话 Supermassive这边打起团来本来就输了 但是他们的上单其实也是属于装备差距 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大 咳逼现在太肥了 后期也没办法处理 所以Supermassive这边的话 很有可能就赢在一手选了发条 如果说赢的话 发条我们一直都说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英雄 那这场其实真的很有机会 因为他的发育实在太好了 来啦 封到了一个艾西 开中塔盯到了 但反手一键也是导致 反正这边不敢过来 因为狼芒森直接踢过来一个大招 直接拿到人头 再一个W过来 再A一下配合Mable 再拿一个人头 可以再过来一个开车 开到了这边的一个辅助MF 都没勾到 那这时候队友也是撤退掉了 发条及时的赶到 这不要被留下吗 这不还要打吗 没有AD的情况下 Supermassive应该是要游一下了 发条没有大招的情况之下 但很难留住这个克列 是 哇 这一波闪电脑开的非常的果断 这一波是很关键的一个封枪 正好把艾西封住了 但艾西也没有第一时间 交出闪现来过墙 结果被后手的威鲁斯 一个极限距离的大招 给定住了 这个很关键 虽然反手定到了Maple 但是盲森的伤害已经大部分 你看这个时候 他还被盲森Q到了 他是定住之后 盲森接了个Q的 所以后面没有办法走 他其实真的可以走掉的 但他 真的是灵活 他想反打 这个发条真的 这个韩币这手是想反打的 所以他自己没有走掉 其实他如果第一时间 球稳交闪现的话 是没问题的 我估计他也没算到 威鲁斯这个大招 竟然能拉得这么远 而且确实是因为 索马拉斯的一个阵容 就是他的辅助 并不是一个保护性 也没有控制 没有护盾 所以AD被踢到面前 就等 只能等死 对 就只能说 你靠着一个足够的AOE 把对方的一个前排打掉 打散 但是你并不能说 保护到对方的 保护到队友 就不能限制到对方的切入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索马拉斯这边爱奇两次 算是失误吧 我觉得这其实算失误 刚刚慢慢讲的就是 SUP这边保护能力不强嘛 这种队伍面对 这么肥的一个 芒森和一个克烈 你的C位很难保存 虽然你的发条很起 但是 如果我这两个突进英雄 针对你的发条 在你没有做出精神之前 你是没有办法做出 有效输出的 一键 没定到 勾到了一朵花 有点小尴尬 克烈又开始过来了 芒森一脚一穿三 拿入要被秒了 没有了拿入 团战没法打 那边南枪也是被一套直接秒掉 那这样克烈一个人 又封路了 斯卡尔虽然跑掉 但是 这一个封路直接让炎雀 拿到了Double Kill 哇 这一波直接大龙的结构 这一波的 寒冰完全没有办法去运行输出 21分钟可以尝试着打 直接拿吗 大龙 克烈也在 克烈加上 这个杰拉 都是打龙非常迅速的英雄 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炎雀 让喀萨拿到芒森 简直 逆贴这个人的表现 斯卡尔虽然不是他们的AD吗 为什么这局AD发挥是这样 做的感觉有点针对 闪电龙这边对下路 闪电龙这边对下路的针对做得非常到位 二级直接下来抓 然后六级之后又抓下路 看一下刚刚这波 又是一脚一穿三 扣空了 这个就比较尴尬 一穿二一穿二 但是他主要是因为直接把发条踢过来了 是的 发条直接什么地方都没放死了 一穿二 男枪是没踢到的 Maple这个后续的格是把艾希阻挡在外 其实这个最好的是把艾希阻挡进来 这样还能杀一个 是吧 没隔进来有点小可惜 这个人想的很美 这个马上太carry了 没想到艾希有点瘦滑过去了 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刚才小的有提到 就是这个AD的选手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很久很久没有用艾希 在之前入围赛的阶段 他没有用过艾希 就基本上用的女警大嘴这种 能让他能够打钱发育打钱carry的英雄 但艾希这种功能性 我觉得他可能确实是 没有发挥出他的一个 不合适的感觉 对不合适的感觉 而且也没有给他拿一个保护体系 我觉得苏曼西部 其实他们既然是ADcarry 这BP其实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BP做得更好 是的 让他有点难受你觉得 让AD就很难打出那种感觉 这局他的剑 基本上也都是打反手剑 是的 又来了 又来了 到了一个发条 发条还要跑的比较快 但是上路的塔怎么办 有可能要被耗掉半血 这个强曼来的晚了一点点 来的早一点 在那个盲森这个天音波 还没有消失的时候 可能就要被回旋踢了 盲森刚才 Casa想的是 我这个时候过去可能要被 对面的人挤火 可能会瞬间被秒 所以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踢过去 但是如果有这个强曼的话 我觉得他肯定毫不犹豫 这一场总的还是基本作用 除非他能撑到四个阶段 捆到了 但是也是Casa没有Q 哇 有Q 一脚踢伤害差一点点 亚裔没中 他先拍地板再踢 可能就死了 对吧 一拍地板A一下再踢 可能有点错误 他想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秀一下 我一套赶紧把你秒了 你有闪现 你可能会跑 我不是一套打完把你秒了 但伤害就是测算的差一点 他想打一个就是 踢出去一瞬间拍 有些手指能拍到 对对对 但是明显这一刻 手速慢了那么一点点 小尴尬 无伤大雅 可能交的女朋友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我觉得如果说 Supermassive他们 是这种实力的话 确实 把闪掉了没什么机会 但我觉得他们好像 在常规赛啊 还有在之前 入围赛 表现要比这个 今天稍微好一点 对 这场比赛有点像昨天 GM打TSM第一场 是不是 Levy的螳螂疯狂carry 就感觉这一局好像 就前期就把这边打崩了 对 这局跟我之前看的TSM有点像 那你这个 昨天毕竟今天他们绕要追三啊 来中路又是开始推进了 现在Somalivu 一脚踢中艾希 哇 可雷也来了 可雷现在在向路带下 这一波 帮助队友能够拯救一下 这时候的限制 盲松接踢 过来把男枪 男枪给限制到 这时候的MF大招也是被打断 那这时候的后排 没有人能保护到 一套全部死掉 DoubleKO的一个BT 这时候的高低应该是能成功 拔掉30秒 应该是一波可以结束比赛 还有大龙BUFF的加持 基本上可以一波结束了 这局打得非常快 就全程 瞎子和炎雀掌握了整场比赛的阶段 外攻战队 真的24分钟结束比赛就坚持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其实很喜欢闪电脑的原因 这个队伍他不给你打运营 他就是用个人实力和团队配合 让你直接跪下来 做针对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一直想讲的就是针对对方的下路 连续来了好多波概概 对 哪怕是牺牲掉了Maple这边的中塔 依旧是打出了效果子 你的IC没有办法挥 然后我的盲森始终在针对你的C位 就KASA说Maple不要怕 等一下你中塔 先中塔掉了 等一下我把人踢到你脸上 让你说歌 那你昨天的比赛和今天的比赛 共同点就是 谁玩盲森玩得好 谁就特别强 是 就前期就直接把你记录大波 没有会让你愿意的机会 你说呢就是很亮眼的几波回旋梯吧 是 下路那一波一串三 这个微小闪现调角度一串三 还有那一波在野区 从红buff那里摸眼过来一T2 都是非常非常关键 太快了 这一波 这一波是二级的一个 二级抓一级 然后杰拉闪捆 跟我们预想到的剧情 差不多就是杰拉一个闪现先手 其实我觉得这局 强天狼能够最快的速度拿下比赛 其实还是因为 Massive这边的失误太多了 他们今天出了非常多的失误 主要是集中在下路 所以导致强天狼这边把水球滚得非常快 包括盲森有非常出色的发挥 太帅了这一波 对 我回去要试一试 我现在已经应该能看到JF图了 非常帅 首先我们强调的是Smart下午 然后KASA来了 然后又来这一波 发条 我们强调了发条 这波延迟的格言很关键 对对对 我们受的所有翻盘点 全被KASA给毁灭掉了 是 中午的话这边是寒冰厕所 这一个维鲁斯的大招是真的远 我没有想到能射得这么远 应该是最最最极限的那一个点 这波摸到了 后面这一波是我们觉得有翻盘希望的点 直接被一脚踹过来 后来被眼睛搜掉 他这小时应该没有踢到盲森 然后是盲森被这个克列过来 直接是 就是 就去到 然后啊到了 发条 发条 这发条确实蒙了 就没有 后面突然来了个盲森 那这一波的话就很显然是一波装备上的碾压了 我记得这场24分钟25分钟就结束了 17比2的大比分 非常快的节奏 闪电量一贯的节奏其实就是比较快的 这也是他们在OMAS赛区能弄扫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OMAS赛区这边的BP做的还不错 但他们发挥真的蛮有问题的 所以可能第一局手还没有热 之类的 我们看第二局他们会不会打得精彩一点 我觉得还是拿一些保护体系的 第一局看起来这个队伍的实力还是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就是那你比较忌惮对方的一个下路爱戏 那你就不要去拿了 而是把它扳掉 那把它扳掉的同时能够在蓝色方 因为第二把他们是一个首选位 就是首选边的一个权利 所以选蓝色方 然后抢一个大嘴或者抢一个女警 我觉得大嘴或者卡尔玛比较合适吧 就是卡尔玛的话可以围绕其他的女警这种体系 那大嘴的话拿到 然后再搭配其他的卡尔玛或者露露 就可以拿到这样一个体系的一个结合 就可以发挥出你的一个实力 其实这局发条的 不管是他的补刀 还是他的输出打的应该都还不错 但他对面节奏太快 导致他并没有什么好的输出空间 而包括队友频频失误 让就是散禅长这边抓到机会直接一波切 所以我觉得对于发条来说 他这局的输出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被压缩的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发条这个英雄算是翻盘点 但是队伍也没有稳下来留给他翻盘 比较难稳了 毕竟上路是一个单杀的克裂 然后又是一个发育这么好的芒僧 这两个英雄结合在一起的话 一个没有位移的 没有位移的这几个英雄都非常非常有风险 是吧 基本上属于踢谁谁死 更何况还一次性踢到了全部人 我觉得就是跟闪电狼打 就是你要么就跟他拼前期嘛 要么就选那种一定能拖到后期的阵容 是 所以我觉得这局的话 对于Supermassive来说 他们也算是敲个警钟吧 毕竟你想在S赛事里面走得更远 是一定要过闪电狼这条看的 对 闪电狼 闪电狼 确实闪电站打得非常非常精妙 而且这个队伍的 它的风格跟所有的队伍好像都不太一样 闪电狼真的是前期非常凶的 就是我们S4的时候 可能LPL会有的风格 对 就是敢打敢拼嘛 现在所有的队伍都打运营的 这种局势之下 大势索逼之下 闪电狼还在打节奏 我觉得他们这个应该算 也算是运营的一种吧 就是他们的头脑和思路很清晰 由E集团那一波的闪现这个因素 导致了他们下落的溃败 就导致了对方SUP下落的那个溃败 或者简单来说 这个思路很清晰 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一个个人发挥 直接是让队伍不需要运营 我只需要用一个装备的碾压 每个人打的都太好了 而且你看这一局 盲森他的所有的切入的时机 延缺他的支援的时机 都做得非常好 这把确实是比较碾压的 甚至比昨天的第一把要碾压 有点像昨天的第二把 而且关键是这把的碾压 大家看的也还挺爽的 就是因为操作太秀了 而且没有就是昨天的比赛 为什么我们说TSM跟GM打的好看 因为他们团阵打的有来有回的 是吧激烈的厮杀在一起 但这场比赛说实话 真的是闪电狼一边倒 冲出去就把他们变成零换舞了 其实只要打架 我不管是有来有回 还是碾压都好看 还是碾压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而且是特别是有盲森的队伍 一旦碾过去的话 就会非常看起来非常精彩 他那一脚总归是能够吸引人的目光 就KASA这种盲森 我觉得他不是说起到开团作用 他是杀人流 盛风 他是我踹着你脸上 我是要把你杀了的 我不会说是跟你开个团而已 没有这么简单 唯一小事物就是那波 踢那个男枪没有秒掉 对吧 那波差了一点点 那波其实如果说也秒掉了的话 其实也秀了 是啊 万军从中取敌将手机 这边应该是在看刚刚的录像 他其实我觉得他一直在看中路那一波 我觉得没必要 中路那波你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长长士气嘛 就看一看成功的长长士气嘛 或者说你这一波做完之后 你应该怎么做 那我觉得确实有提到一点就是 男枪这个位置 他在前期的优势 并没有滚起来 他真的是在自己的野区弄了很久 但在对方野区的压制以及视野的控制上 没有做的很好 但他其实已经做的就是 在盲僧去干干下路那一波之后 已经做的挺不错 他三Buff开 而且等级和这个Buff持续时间 一度是领先盲僧的 奈何就是下路被针对的太惨了 或者说 疯狂抓 滚雪球没有说做的那么及时 的同时 队友已经开始需要拯救 需要去干干 他毕竟是个男枪嘛 他如果是个蜘蛛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男枪确实是要一个 发育很长的英雄 对 男枪这种就是 怎么讲就是打个人开位的 这种英雄真的是 一定要自己的发育足够肥 那其实在这个阶段上来讲 闪电话目前是有一个 士气上大幅度的领先 因为他们前期烈士 我说实话 其实一般的运动 就不会让他说能打回来了 但这一场 就MVP跟KASA的配合 直接是打回来了 我觉得MVP也可以给KASA 对吧 但其实给MVP也不错 他的所有的支援都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KD也非常高 我们看到他KD也有8 就中路那两波的一个延半 是直接导致对方的阵型 直接脱开了 没有任何机会能保护他 但我觉得KASA 好像更Curry一点吧 你是KASA的迷妹 不是 因为他今天的操作 确实前面的节奏 一直是他在掌握 如果MAPLE的支援也做得非常好 我觉得难以选择 对 因为最近全球赛区的一个MVP评选是不一样的 有些时候是一个参战率 有时候是一个关键先生 不一样 看你的贡献了 对 这把的话中野吧 还是中野 那从巴西这边 就这边评选 应该是从数据上来评选 从中野上来讲 确实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赛前我们也说了 KASA这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你能不能够限制住它的入侵和干客 就成为能不能够战胜闪电狼的关键 对 其实对于闪电狼来说 因为他们的前期 特别是前十分钟的节奏一直掌握在KASA手上 然后十分钟之后 可能就是MAPLE这边和KASA一起做中野的联动 对于就是跟闪电狼对战的队伍来说 他们前期一定要好好针对